赖清德一定会针对两岸政策 做一个比较大的宣誓 而这个宣誓就我所知 还是脱离不了台湾前途杰宇文 而不会往正常国家杰宇文的路途上面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赖清德他台独的身份跟立场 是引起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质疑 那虽然现在赖清德已经逐渐改变他的论调 但是本质上他的台独色彩 会不会影响未来的两岸关系 大家都在关注 就我所知在今年2月下旬 赖清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僚 透过关系他找到了姚立民 姚立民跟柯文哲跟蔡英文的关系都算是不错 那由姚立民出面邀约了柯文哲时代的研考会主委 许赵翔还有亲民党籍的立委 李同豪 他们分别参加了赖清德的参训 当天在场的大概可以以一桌来形容 一桌来形容 他们当天所谈的不外是两岸关系 从赖清德找这一些专家学者 而不是找民进党的专家学者 所谓民进党的专家学者 现在研究两岸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显然赖清德不找他们 去找跟他政治立场不同的 曾经参与过两岸事务的学者 尤其是亲民党新党 以亲民党新党为主的 就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想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甚至于想要听取他们对于选情的意见 从这个角度我们仔细的观察 就是说这一些人 他们过去在国民党也好 在亲民党 像李同豪在亲民党 他的的确确是送出于乙众的大将 那还有像包含曲兆祥 是柯文哲市府时代的研考会主委 那再加上姚立明 曾经是竞选总干事 是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那从这一些的迹象 我们看得出来 赖清德下一个会面的对象 极有可能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 就是说赖清德现在是想为两岸政策解套的话 他必须要听取不同的意见 他不能够从民进党那边得到养分 他必须要外求 所以这一次的聚会虽然是在二月下旬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的 当民进党提名确定了以后 赖清德必然会拜访 对两岸关系事务非常熟悉的宋楚瑜 就是说他跟宋楚瑜之间虽然没有密会的安排 但是至少他对宋 还有对其他党派之间 他也在慢慢的安排很多事情 那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赖的两岸政策究竟是什么 这一次大选 就是说三方都没把两岸政策讲清楚 民进党没有讲清楚 那尤其是赖清德 他是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在任何时间任何职位 不会改变他的立场 那不会改变他的立场 那请问他怎么去面试 怎么向美国保证 他取得大卫以后 两岸不会发生任何事故 现在赖清德 他所谓的两岸政策 截至目前为止 他没有提出很明确的主张 也没有说到非常明确的目标 只不过是模糊以待 就是说抗中保台 和平保台 抗中保台2.0 他在这个圈圈里面打算 所以现在我们看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其实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不像陈水扁 他当时候 也因为这个问题的困扰 党主席林毅雄为了他解套 就是指定专人 他讨论完 写了台湾前途节语文 就是为阿边解套 那台湾前途节语文 现在截至目前为止 还是民进党最高的纲领 但是台湾前途节语文 是1999年写的 现在是2023年 总共中间相差24年 24年间两岸关系的变化 已经非常的大 所以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 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到底那是什么 那至于我们说到侯友宜 侯友宜的两岸政策 不做强国的棋子 这个根本不叫政策 这个只不过是他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 那柯文哲谈 强国等据 大家也听不懂 就是说所谓强国 不做强国的棋子 所谓强国等据啊 等等那些 都跟两岸四五 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出来 这个在考验着赖清德 如果是侯友宜的话 未来 如果是侯友宜 他代表国民党 出战赖清德的话 我相信他的两岸政策 会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 毕竟 国民党在处理两岸政策上面 无论交流的机会 无论经验 都高过了柯文哲跟赖清德 那柯文哲的强国等据 那就不用说了 那个是要柯文哲自己解释 那现在回到赖清德 就是说赖清德密会了这些人 我相信不会是第一次 他至少他还会去败会 宋楚瑜 这个是我的看法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发生 但是是朝这个方向做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赖清德 会不会找蔡英文两岸政策的幕僚 因为蔡英文毕竟担任过陆委会主委 他两岸政策的幕僚不算少 那这些人现在都在他的身边 那未来赖清德会不会找他们来谈两岸政策 还是一个未定之数 所以我们把话现在说了出来 美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现在最大的忧虑 就是这三位参选人 两岸政策 其实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为了避免擦枪走火的意外 那我相信 赖清德一定会针对两岸政策 做一个比较大的宣誓 而这个宣誓就我所知 还是脱离不了台湾前途绝语文 而不会往正常 绝语文的路途上面走 否则一旦美国疑虑 一旦中国大陆不放心的话 对赖清德的选情 必有重大的影响 您受那个沿选择 能更加 włas 更加热 无反应 安全 遍